中共的中央政府竟然是不掏一分钱去解决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 所谓的花债仅仅是增加地方政府欠债的额度 实际上就是让地方政府自己去解决自己的问题 讲一个很小但是很重要的话题 就是回顾反思一下我们经历的上一个一个月 也算是2024年里面最热闹的一个月 我自己觉得在人生中经常要反思对吧 三行五身三行五身做不到 但是反思还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一个事情做完了甚至是被骗了 都一定要好好好好的反思 想想什么关键的因素让你把这个事情给做完了 做好了或者什么问题导致你被骗了 只有反思找到问题才能解决问题 才会让自己不断的进步 人就活一辈子反思会让效率更高 因为你不会在同样类似的问题上再次犯错误 我习惯叫不掉到同样的坑里 不会摔死 所以这样子的话你的人生往前走 每次一个问题解决了上一个坑 下一个同样问题不会出现 这样子你就活一辈子多有价值多有意义啊 所以咱们一起反思一下 反思一下上个月 2024年最精彩的一个月在中国发生的事情 这个月呢让中国的所有老百姓感觉到很兴奋 很忙的 准确的说呢 这一个月时间应该是2024年的10月8号到2024年的11月8号 在这个月的时间里为什么叫最热闹呢 因为中共的中央政府热闹非凡 三天两头就有超级重磅的国务院甚至中央级别的会召开 发布会召开 然后所有中国政府领导的重要的一把手全都至少露了一次脸啊 讲了一箩筐的话 介绍自己部门要采取什么手段挽救目前中国下滑的经济 全讲了 哎可热闹了 然后一大堆正国级副国级的领导都跑到中国各地方各个省份去做调研 天天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的这么大的动作 这么热闹的宣传势头 经过一个月时间 哎 然后呢 然后就把已经经济严重衰退 生存十分艰辛的广大的中国中下层社会群体 忽悠的更瘸了 用一个月的时间就让中国的中下层群体 至少丧失了20%的财富 甚至丧失了30%到50%的财富 都消失了 就这一个月 为什么要反思 很有意思 然后呢 这些中下层群体 我们可以叫做叫韭菜们 这些忠实于中共 相信中共的韭菜们 被中共反复洗脑 洗傻的人 没人想过 就这个群体这么热闹发生的原因是为什么 更没有人仔细去看一下 从1949年 甚至于从中国共产党建党开始 这几十年的时间 近百年时间 在所有重大社会问题上 中国共产党就是这种说话 有没有算过数 对吧 年轻的人如果不记得以前 不记得历史不懂 你看看这十几年 全民创业 P2P 一带一路 雄关新区等等 就什么玩意儿 他说要建成什么样子 最终算过数 这些例子讲过 无数次不重复了 想一想 如果中共这么长时间 说的宣传的重要举措 从来都没算过数 那有没有人想过 你这一个月 真的是已经被忽悠穴了 你因为听了中共的话 你要倒大没了 对吧 然后我们看见的结果呢 是这一大批 在计划生育中出生的 中国的韭菜们 这中共是忽悠下面 你们才出生的 因为中共当年承诺了 所有计划生育家庭的养老 完全由国家来承担 这些老人的养老任务 只要你计划生育生一个 你不管工作不工作 将来老了 都是国家来承担 就这种谎言中 你们出生都亲身经历的人 就这样子的 但是从出生开始 一辈子被骗了无数次的韭菜 在上个月 还是选择了继续相信 中共的鬼话 所以从结果来看 必须说 一方面中共洗脑的水平 真牛逼 一方面说 中共广大的社会 中下层人民群众是真傻逼 话粗 话粗理不粗 对吧 就像那个财政部部长蓝福安 在10月份新闻发布会上 满嘴胡说八道 公开的说 对吧 什么中央政府出台大招 什么切实有行 帮助地方政府 化债 什么中国股市 会有巨额资金输入 然后引导中国大量的 韭菜们白日梦月作业的 然后呢 这里面还有一些 什么官员 假装不宽 麦克风 和真边的人说 促进经济的手段很多 这姓蓝的 释放更多资金 放大水 金额不方便 透露等等 中国这些傻叉九三们 就被这些貌似是官方 无意泄露的信息 瞬间就点燃了 对中国经济复苏的信心 太容易被骗了 然后这些九三们 欢心鼓舞的把棺材本 都投入到 他们以为能够伴随 中国经济增长 腾飞的股市上 尽管这是一个被全世界 广大媒体反复确认过 无数次的公开诈骗市场 但是九三们一如既往 欢欣鼓舞投入了 这个姓蓝的 彻头彻尾的流氓 在中国的这些 广大的九三们面前 又一次展现出了 超强的诈骗技巧 对呀 就如果咱们说 就是中国有个老的故事 叫狼来了 里面有一个主角叫王小二 最后被狼吃了 如果说这个人是蠢 那么这个姓蓝的 一系列中国高官就全是坏了 坏水 就这些中国韭菜 基本就按照这些坏水的计划 就真的相信这些故意 或者假装无意透出来的 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虚假信息 韭菜们就不想一想 就这种新闻发布会 蓝坏水之流参加过无数次 经验超级丰富 这帮人也是从底下一步一步干上来 到了如今的高位的 在勾心斗角方面都需要大量的过关斩将 用各种方式把竞争对手斩于马下 就这些八面玲珑的大神 怎么可能在这些会议上出现这么低级的错误呢 而且这种低级错误泄露出来的还是最高级的信息 要是这帮人真这么不谨慎 这十几年几十年升职的道路上早就被对手干掉了 一个月之后 看见结果了 经过全国人大这个橡皮图章 啪盖了章 现在通过了所有各部委提交的需要审核的方案 然后宁神一看 涉及到资金的方案中 中共的中央政府竟然是不掏一分钱 去解决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 所谓的花债仅仅是增加地方政府欠债的额度 实际上就是让地方政府自己去解决自己的问题 就这些方案 这次人大卡 橡皮图章出的所有方案 最终搞 跟你们在十月初梦想的那么多人的新闻发布会上讲的 中国的复苏 他们要做的事情 你看看有没有屁关系 关键是像蓝坏水这些人跟你们讲话 做发布会的时候 这些递交给人大审核的提案早就递交了 他知道他写的是什么玩意儿 他们都清楚他们要干什么 但是在他们的新闻发布会上 和后面的官方媒体上 一直持续着煽风点火煽风点火 忽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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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知道自己写的东西要弄的 跟他要讲的屁关系都没有 但是就借助你们这帮傻逼信他们 忽悠忽悠忽悠 告你们 11月份11月份人大会过 结果这帮傻逼中国人就全投进去了 你说这些高层有多坏吧 啊 就蓝坏水之流完全知道 啊 蓝坏水就是姓蓝那个财政部部长 财政部没有涉及到任何能够帮助经济复苏的计划 啊 递交人大就没有 但是在会上不断的忽悠撒谎 误导所有的人 所有中国的这些老百姓 说自己这些东西提交人大 实际上人大的方案跟这屁玩意儿都没有 你们现在看见结果了 看到结果以后 回来我就再问问 现在有没有人觉得自己特别傻 对啊 有没有觉得自己10月初中共忽悠你时候 你心里那种鼓舞 到现在看到结果之后 有没有觉得自己特别傻 啊 中共的官话叫啊 审批文件不及市场预期 我你妈 这市场预期谁鼓动的呀 这他妈市场预期不是中共这帮高官一次一次 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发布会玩了命在这忽悠 哪有市场预期啊 这帮他们坏蛋一次一次的在发布会上忽悠忽悠 忽悠市场预期那么大 最终告诉你啊 人大结果不及市场预期 你说这他妈的这这这这太逗了 这市场预期不是你媒体帮着这些高官忽悠出来的吗 中国老百姓谁有预期啊 所以跟大家说实际证明 就中国韭菜们的这些所谓愚蠢的善良 在中共这些流氓高官面前完全不堪一击 想让你怎么死就怎么死 卖而卖你也得让你死 中共是天天都干这事出身的 1945年4月23号到6月11号 这么长时间4到6月份 在延安杨家领中央大礼堂 连续举办了一个多月 叫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这次中共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中 中共郑重承诺 未来要建立一个叫没有独裁政党 完全新闻自由 社会大众能够充分享受民主的国家 要为此而奋斗 整个中共共产党为此而奋斗 牛逼吧 再说一遍 没有独裁政党 完全新闻自由 社会大众能够充分享受民主 这种指天化地诅咒发誓的结果 就是1949年以后就开始的镇压反革命运动 从那时候开始 一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 中国共产党最高层毛泽东等人 花了近30年的时间 终于把所有相信的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谎言的党内外所有有影响力的人 全干死了 包括刘少奇高岗林彪之流 全干死了 就国内外只要相信中共撒谎 有可能实现的人 那么老子当年这全国代表大会 写的有可能实现 奔着方向走的人全弄死 一个不留 好好看看历史 这些历史都国内都能看见 然后单单看看中国共产党制定的宪法的改变 都能清楚的发现 中共从1949年开始 自己干的事制定宪法 然后自己不断违法宪法 违反多了呢 就去变更宪法 就这么一个流氓政党 对一个连宪法都可以随心所欲的违反跟变更的政党 这傻逼习近平上台 就先把宪法变成无限续杯 就这样的党还能有这么多人信 这个党高层人员到今天对社会公众不断撒谎 撒几十年 从不说真话 中国社会大众还信 必须承认是什么 还是两个 中共的洗脑的本事 和中国人几千年骨子里蕴含的劣根性 这俩都挺值得让人钦佩的 就洗脑本事之高 跟劣根性之厚之多之沉之深 都挺让人钦佩的 就其实我们只要是正常人啊 就中国共产党的官员每次讲话的时候 你不管是谁 你脑子里反馈的信息永远是 这傻逼骗子又开始骗人了 我就看看你这次骗人的花样是怎么样的 我就看看你这次怎么演戏 你只要能保持这个状态 用这种状态来思考中国所有可能未来面临的问题 你都会出在一个很清醒的头脑里 真的是这样 就真的是希望大家记住了 中国共产党这个流氓政党 以傻逼习近平为首 每一个政府的高官 穿着西服 人五人六的站在台上或者坐在台上 满嘴铺铺星子在那忽悠的时候 你们所有人都知道 他就干着一件同样的事就是骗人 好好想想10月份啊 那么多国务院发布会 再看看现在的结果 就记住我这句话 什么叫做 原本没有达到市场预期 他们市场预期是谁给的 就记住这句话 就是被中共骗了一次又一次 骗了一次又一次 谢谢大家 今天又花时间听我瞎嗶嗶 祝国内的朋友睡得香 海外的朋友心想事成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